这底下山脚下 8块钱三双的舌套 已经带一尺 因为任职要手机拍照 然后带着说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大哥 你太牛逼了 什么行为艺术 都冻成这鬼样子了 你穿这个 什么刺激疗法 太奇迹了 他们山脚的风刮上这个围 那是哪儿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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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挺刮的 这个啥似的 这么大风竟然又不穿衣服 哈哈 这非常难以理解了 她她是 她是什么哪来的神奇的总体 哎呀 就正常工作人员都是穿毛衣的 今天山北农有花派的很好 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风大的 还蛮冷的 可是已经不傻了 你看看这风 你看看这风 挖的根 这些拍照 还在跳 我怕它跳起来 垂眼 现在都还站着 看会有吹掉 吹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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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我怎么想的 这些包不饿 吃饿不东西的问题 他这样子 消灯一会儿 一会儿死了 吃饿了 吃饿了 最惊讶也是 拿出没衣服 好夸的 这是什么呀 就算是想拿出汤了以后 都这么玩呀 那我是什么 你穿了 哈喽 这是一包 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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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洗了俩苹果上来 哎呀 这是划杆 这是带轿子 走不动的人 可以坐轿子 哎呀 两个人搬着一个客人下一楼 下山后上山了 就算是贵一点的 你想要这个房两个人的一程度 给你在这儿搭山崖子上 搭一下去 纯体地址 看到了 哎呀 没绑子力气真做不了 哈哈哈哈 听说一天能中九百呢 就搞那滑板的事 如果你想一下 是啊 他如果搞一场 可能三四百 那一天可能搞个一千多 搞个四场 景区可能只要得分个几百 管理费也好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但他这个应该不稳定 那今天这个天应该已经算人少了 这个 这个 今天 不是五一节 也不是中午 我专门挑的今天人少 等来好多东西都要预约的 到今天我们来的时候 就不用约了 进门的时候本来约的是 8点到8点20的那个点进来 然后 那个到到那的时候 我们才7点50 然后到早了 然后那个说 每天今天这事 要帮我们进酒 他用人工的方式 帮我们 改了一件事 帮我们进酒 就忽悦时间 要是那个人多五一节啊 或者是周末 可能人多 就是每二十分钟 一个女 女月的时间就进去 然后 你晚上早到 你能早进去 爽 想到的 逗死我了 给你们看我穿哪 别的衣服 就穿了一件薄薄的 薄薄的衣衣 谢谢 谢谢 谢谢